国共对决中的三大战役辽审 平津 淮海 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经过这三大战役 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被歼灭 几乎以无能战之师 败局已定 三大战役中 淮海战役 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邦会战 是 在战场兵力对比 国军战相对优势的情况下 由共军发起的一次战役 打得最为奇归 最为复杂 最为艰难 期间显向还生 转瞬间胜负一手 这其中就包括 中野 华野 在双队级围歼黄围第十二兵团的关键之战 淮海战役的地 二阶段 国军黄百涛兵团在碾庄围地区被围后 素玉 陈世举 张震指挥的华野以七个纵队的兵力 将黄百涛集团死死围住 意在活图徐州国军又以大龙 一举打破蒋介石徐棒会战的部署 徐州集团吃紧 蒋介石严令驻扎在河南 南部的黄维兵团急速东进 准备北上参战 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 辖地十 十四 十八 八十五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 共十二万余人 大部分为每些装备 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兵团之一 其中第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 1948年11月6日至8日 黄维兵团分两路从河南雀山和驻马殿向复阳 速线方向前进 速欲全力围攻黄百涛部下 一时国共双方兵力胶着 至此 国军三大集团秋里兵团 黄百涛兵团 黄维兵团成品自布置 任何一方一朝不慎都可 能满盘皆输 若处理得当 国军对共军华野 中野采取先西后东各个击破的方式 可以一局扭转不利局势并达到全坚华野 中野主力的目的 速线恶守徐镑之间的要冲 是徐州的南大门 也是徐州到南京之间的唯一不极限 1948年11月15日 刘伯成指挥中野攻克速线 斩断了徐镑之敌北渊南逃的通道 对徐州之敌形成关门之势 使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完全陷入孤立 这没其子的一手 使蒋介石不得不将第二阶段作战的重点 放在收复速线上 黄百涛兵团在碾庄出人意料的坚守超过两周 蒋介石严令黄伟 刘汝明 已延年三个兵团全力北上 同时以徐州的两个兵团南下 以求三路对近 打通速线 但是 蒋介石手下国防部给黄伟指定的行军路线 是历史形成的黄范区 路况差且恰逢大雨 道路十分泥泞 广为的机械化兵团难以施展 部队步履维艰 行进迟缓 为协调华野 中野作战 1948年11月16日 毛泽东发出的一封电报 由刘晨邓速谈五位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 并由刘晨邓三人为常委 并电视速与战场可临 基础制 不必适事请示 北线战场 国军何吉峰 张克霞率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两个军 2.3万名官兵 战场起义 又称贾汪起义 完全打乱了蒋介石和黄百涛的计划 使局势急转直下 11月22日 黄百涛兵团被全歼 北线的邱青泉 李弥兵团退回徐州 而刘汝明 李延年兵团则停在顾线 蒋介石的三路大军中 只有黄维兵团在迅速东进 冰封直逼速线 刘伯承集电中央军委 表示这是维歼黄维军团最好的时机 战机稍纵即逝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 立即 调整原来中央制定的北线歼敌方针 改为南线歼敌 即可回电刘晨邓同意中也维歼黄维 这是战役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改变 也是淮海战役中共取得胜利的关键决策 二爷司令刘伯承深知这个任务的艰巨 就把所有纵队司令都叫 来 让大家表表决心 陈庚是四纵司令 当场立下了军令状 我们四纵有破釜陈州的决心 不惜一切牺牲 承担最艰苦的任务 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个班 我陈庚甘心当班长 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场的还有王进山 杨勇 陈 西连 秦基伟等人 个个都是我军数得着的名将 猛将 也都表示 就是拼了老命 也要完成任务 维歼黄维 中也派的最能打的陈庚 王进山两个主力负责主攻 11月24日 黄维孤军极尽智慧和南岸 十八军在南平吉宇中 也四纵激战一天 当夜 中也部队全线撤退 十二兵团度过会合 经过两天混战 11月25日 黄维十二兵团被中也七个纵队合围于双堆积 11月26日也黄维决意突围 11月27日 中共地下党员 85军110师师长廖运舟率重起 一 中也放开口子 接引廖运舟 带着5500官兵来到解放阵地 随后再次合围 黄维还不知廖布起义 以为廖布突围成功 迅速跟进 当天下午 廖布110师炮兵营 直接调转炮口 参加阻击黄维冰团突围的战斗 廖运舟的 其义极大的鼓舞了中原野战军的士气 各纵队向黄维冰团发起猛攻 刘邓等人的估计相当乐观 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全部战斗迟至明日可以解决 然而这种乐观的估计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参加双队级战役的原来只有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的老底子 是八路军主力部队 一二九师 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司令员是刘伯成 政委是邓小平 及我们熟知的刘邓大军 当年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 为了轻装前进 丢弃了重型武器 导致武器装备一直上不来 从大别山出来参加淮海战役时 一个纵队不过万把人 手中几乎没有重武器 连重机枪都很少 反观敌军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则是国民党的主力兵团 使国民党部队中少有的精锐职 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被包围后 迅速组织兵力日夜构筑野战防御攻势 几天的猛攻让中野伤亡惨重 邓小平给前线指战员发火 打光中野也一定要歼灭黄维兵团 但是 距离上一封电报不到一天的时间 刘晨邓再次致电中央军委 对战役进行重新估计 认为需十天左右才能结束战斗 并请求华野支援 11月30日 毛泽东致电两大野战军 要求华野抽调两个纵队 作为总预备队供刘晨邓随时使用 素玉立即调兵险将 派出七纵 十三纵以及拥有炮兵的特种兵纵队 由华野参谋长陈世举率领部队 星夜驰援双堆集 1948年12月11日 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素玉的委派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世举 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七光 亲自陪同下 来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中 七光叮嘱陈世举临行前素玉代司令员嘱咐 一定要服从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 然后 中七光副主任就返回了华野 开始 刘 邓首长将前来增援的华野三个纵队分散使用 分别配属于东 西 南等三个方向 分别归陈庚 陈西 连 王进山指挥 并没有给陈世举具体的指挥任务 而陈世举健壮 将自己的三个纵队布置在中原野战军 包围黄围兵团的圈子外围 只做了一个观察员 中野吃紧 部队伤亡过半 眼看挺不住 刘伯承亲自给陈世举打电话 发了脾气 你要等我们中野打前锋 等拼光了 华野再来渔翁得利吗 这话说得很重 陈世举却不以为然 陈世举听完战况分析后 向刘伯承提出了一个要求 把二野的主攻部队撤下来 换上三野的部队主攻 二野 担任辅工 他提出 要中原野战军让出一个攻击位置 邓小平便跟下属部队联系 要他们让出一个主攻位置时 可那时候 中原野战军官兵已经打红了眼 没有一个纵队愿意让出攻击位置 陈世举就驾着吉普车离开了中野司令 不 邓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出马 把王进山的六宗劝了下来 于是陈世举的车刚走了不到二十分钟 邓小平就给他来了电话 邓小平表示经过协调 主攻击位置已经让出来了 那就是担任主攻的王进山六宗的攻击位置 邓小平说 不仅仅是攻击位置 王进山的六宗也归你指挥 陈世举回答 一个纵队不行 中野所有部队统归我指挥方可 邓伯承邓小平那边持电话陈思良久 邦答 可 有了指挥权 陈世举立即将中原野战军几个纵队的首长 召集到一起 要他们调整部署 将他们原来分散的火力和兵力 集中到一个堆上 即坚固堆 就这样 陈世举成了前线总指挥 12月15日 在陈世举统一指挥下 被围十九天之九之黄维兵团彻底覆灭 连黄维也成了中共的俘虏 邓小平高兴的说 还是陈世举有办法 刘伯承曾经这样说 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 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 兵力少 打黄维时是受狗拉硬使 幸亏有素玉派来部队及时支持 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黄维12兵团被歼灭后 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在陈世举率领华野部队凯旋而归时 遵照素玉带司令员的命令 将华野部队在战斗中缴获 全部留给了中原野战军部队 课悟 Oregon 银剧 课悟店 大家看吧 银剧 上有剧 这一只 IX 0 课悟 课悟